屌屌咪 哈囉,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我是水晶 那今天呢,要來講 就是,如果你已經 下定決心要學好英文的話 的前置作業是什麼 就是你要準備好什麼東西 所以今天呢,我要來介紹 就是當你已經下定決心好 你想要來讀英文的話 那我們就會需要一下這些東西 當然啊,就是要有一個堅決的心 就是首要的 很多學生都會問我說 就是到底要怎麼把英文讀好 那當然,你下苦工是其中一個原因 那再來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一個 你的心態問題 就是你今天到底有沒有要下定決心 要去做好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最原本的一個事情 還是必須回歸到你的一個習慣 就是有良好的習慣 它可以去幫助你把事情去做好 就是 像我以前真的下定決心 我要好好念書的時候呢 我的工具是一定要準備得很好 那什麼是工具耶 就是你所使用的筆 當然我就會去買一些我想要用的筆啊 很漂亮的本子 因為這樣我就會覺得我很想讀書嘛 那就算不想也會覺得 好像自己看起來蠻聰明的 所以我覺得 在你已經下定決心之後 講錯了 決定之前 你一定要先把你的武器準備好 所以就像我自己現在上課 我都會跟學生說 現在我們要上課 筆記本拿出來 然後把你的筆啊 你不要來上課 然後只帶幾支筆 那要你叫你畫什麼時候 那就整個還沒有感覺啊 好 那今天就會來講到幾個前置作業 就是如果你真的已經下定決心 要把英文讀好 如果你偶然看到這個影片 然後突然非常想要好好學英文的話 那接下來你就需要準備這幾個東西 這幾個東西呢也是我 嗯 以前學生時期我會自己這樣準備 那後來自己當老師之後 我就會強烈的要求我的學生 就是你上課一定要帶這些 不然我就會叫你滾出去之類的 也不是滾出去喔 可能就叫你到櫃檯去罰站啊 很多人看著你 可能會覺得很多 丟臉這個樣子喔 OK 我們現在看到第一個嘛 第一個的話 就是我覺得你的 鉛筆盒一定要好好準備好 就是像是 我看到大部分很多 男同學 女生比較少 男同學他來上課的時候 他可能就帶一支筆而已 對 那我還是建議你們就是 如果你真的下定決心的話 因為英文它算是一個文學類的東西 它有很多文字 你需要去畫線 然後有很多 字啊 我可能叫你圈起來 叫你畫起來 當然顏色它會直接影響到你的頭腦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呢 在上課前呢 記得 特別是英文課 把你的鉛筆盒把它準備好 那鉛筆盒裡面要包括什麼東西呢 像這種啊 我很喜歡用這個 旋轉的 隨便 螢光筆或蠟筆吧 我覺得它很好畫 就是你要準備多一點顏色的螢光筆 然後多一點顏色筆 像我覺得 一般我們都是用黑色跟藍色嘛 那我就會自己準備這種 綠色的 這樣你比較好畫 然後這種呢 英文文學類的東西呢 便條紙 啊這個已經爛掉了 便條紙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 比如說 我們今天講分詞構具 啊分詞構具就給它超重要的 你就給它貼上去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什麼關係代名詞啊 關係代名詞 我上課的話 我會把它分好幾個步驟 我就會覺得 我就會跟你說 欸這個比較重要 你就把它貼起來 所以有 這一包就是你的 非常完整的武器 你一定要把它準備好 這個是 第一個 你要準備的 就是下定決心 所以你如果下定決心 趕快去 買筆 就是 多種顏色的筆 至少畫起來 你要換 換一些東西 寫起來也會比較有趣 接下來我覺得比較重要 就是 就真的很重要 就是 不管你上什麼課 反正我今天這一堂就是講英文課 英文課的話 你一定要準備一個 筆記本 對 像你現在是不是看到一個筆記本 這個是我習慣會買的筆記本 因為我覺得 像是筆記本啦 我不太會去挑我自己喜歡 就是那種很多圖案 或很可愛圖案的 因為我覺得 那個感覺就沒有很專業 反正我自己要認真起來的話 就什麼東西要感覺很專業 就好像 反正就是假裝自己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那其實也沒有 就是一個感覺 所以你會看到我用的就是 一整套 剛才有丟給你們看 一整套都長一樣的東西 然後比如說我今天要 欸 我今天要寫多義的筆記的話 我就會 怎麼不見了 喔 我就會幹嘛 我就會在上面再買這種貼紙 然後自己寫這個是TOEIC 然後把它寫上去 然後這一本就專門來念多義 對 那如果你是國高中生的話 你就可以寫說 喔這個是 比如說這個是 文法班的阿 這個是單字班的阿 或是這本是單字 這本是文法 然後這本裡面 全部都講的是片語 或者是你要總 總結用印本 然後用便條紙給它貼在裡面 也是可以 對 就是你上課一定要準備一個筆記本 那我自己上課的話 我就會跟學生說 欸這個你現在 因為你可能學生時期不太會知道哪一個東西 你要把它放在筆記本裡面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跟童韻說 像這種就是補充類型比較多的 那現在開始拿起你的筆 然後我們把筆記本打開 然後把它寫在裡面 對 像我自己也會喜歡橫條 這種橫條紋的 我不太喜歡買那個 現在很流行的那個格子 或者是空白的 就是我還是比較 我覺得還是傳統一點比較好 所以上課呢 筆記本是很重要的 你除了帶一份講義 就隨經編給你的講義之外 筆記本也是很重要 那第三類我現在 我現在沒有 就是像我們上課 我都會每一堂 我都會堅持一定要考個試 那考試不是為了考而考 就是我 你學了你就要來驗收一下 那我的規則就是 你自己也可以去 斟酌聽聽看 就是如果你今天考試 是考80分以下的話 就以80分為一個準嘛 考80分以下的話 你就要把你的考卷留起來 然後留到整個學期末 然後再來回顧全部的考卷 可是呢 像是補習班的話 或者是你可能考卷一大堆 這樣就會演變成 會演變成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考卷可能不見了 那不見的情況下 我們就要準備個資料夾 那資料夾現在沒有 我自己在那邊寫資料夾 就準備個資料夾 資料夾的話 裡面就是專門去 收集你80分以下的考卷 然後呢 一直把它儲存到 學期末 然後再給它一個總規的總結啦 一個驗收 就是 是不是這一疊上面 講一疊好像很多 是不是這些考卷裡面 題目都會了 那如果你是80分以上的話 我就會建議你可以 把考卷直接丟掉 因為80分以上 你可能錯個 可能就錯個4題嘛 那4題的話 你可以很快速的把它搞懂 然後把它寫在筆字本裡面的話 這就是一個 你就不用去記了嘛 所以如果你想要 嗯 累積比較少考卷的話 那你就是 分數就考高一點 就是比較 這麼簡單 就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呢 這個是第三項 你要準備就是資料夾 資料夾就是為了準備 像是上課給你的一些 考卷 然後 專門把它留起來 最後我們就要介紹 兩種 就是用來提醒你自己的 那比較 用來提醒你自己的 就是這個 這個 刑事例 對 就是像這種刑事例的話 你就可以自己去買嘛 然後買的話 它上面不是都會有 那個 像這種 格子啊 那格子的話 你就可以 假 就是你可以先自己設定 就是這一個月 或者是 以一個段考為期限 其實一個 一個段考差不多是 一個月嘛 可能還不到一個月 你就是 你一定要去準備 這樣子一個刑事例 然後呢 假設你 以一個月為期限 就是我規定好我自己 比如說從2號 然後到 從2號開始 然後到30號 我都要努力的念英文 所以我就從2號 然後到30號 開始來規劃我的目標嘛 就是每天 至少要念英文40分鐘 我們先不要說要念個3小時嘛 像我自己以前 都是 因為我其他課很爛 我就要 就只念英文 然後我英文就念3小時 好 那如果你 還有其他課要念的話 你就是以2號啊 比如說幾月的2號到30號 那這支鐘呢 每一天你就是 規定自己 你這上面就只寫一個 就是我每天都要念英文 念40分鐘 然後如果你有做到的話 你就再 比如說2號就打個勾 3號也有做到的話 3號就打個勾 然後一直打勾 打勾 就是就是 這個就是用來確認你自己 到底有沒有去做到 你該做的事情 好 那 你每一天要做的事情 我是建議你不用先 列下來啦 就是 等你真的到書桌前的時候 你再準備像這種 像我這種紙 準備像這種 這種可以撕掉的 你看像他這個就可以直接撕掉 你可以準備這種紙 然後呢 在上面寫上日期 然後 因為你做到書桌面前的話 你就會很清楚說 你今天到底 比如說作業沒有完成 或者是 我給你的作業你沒有完成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寫上來 比如說 今天呢 你就要 比如說 念雜誌念兩篇 然後 然後 複習明天要考的 A卷 的內容 比如說明天要考第八課 你今天就把 第八課的課文 單字跟片語 就 你看喔 第八課的課文 單字跟片語都寫在上面 好 這個是你要唸的 然後呢 英文雜誌 兩篇給他讀完 然後 還有什麼 然後 然後再定證 今天誰進給你的考卷 假設你考78分的話 就定證一下 然後定證完之後 拿自己的附註 把考卷放到資料夾裡面 好 那這差不多就是你40分鐘之內要做的事情 然後當你都列好之後呢 再拿出我們剛才要講到的 你的武器 然後開始讀書 這樣子 好 OK嗎 所以這個就是幾個 這個就是幾個 就是你真的已經下定決心好 要讀書 讀英文這一課之前 你要準備的 東西 OK 最後我再 我們再來review一下 比如說像是給演講 我們都要review嘛 好 所以第一個 假設你今天已經下定決心好 就是你要好好讀書 讀英文這一課的話 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因為我一直深進色彩學 比如說你去跟人家道歉的時候 你就是要穿灰色或黑色 所以我相信你的 影光筆的那些顏色或是紅色 或是你把你的講義做的 不是講義 把你的課本弄得漂漂亮亮 或筆記弄得很漂亮的話 你會更願意去看它嘛 對不對 好 所以筆是很重要的一塊 那再來的話就是筆記本 我覺得筆記本就是 因為我覺得我們每天都要做很多事情 你的頭腦可能很斷 你每天可能有八顆九顆要念 那英文這一課你要如何把它 念好 就是 因為它也是分量非常大 那分量很大的東西 文字又多的時候 你就要用一個比較清楚的邏輯 去給它歸納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 像是筆記本就用來做重點整理 或者是同意字 像我上課的時候 我不是都會給你們一些同意字嗎 那同意字的話 如果你全部寫在課本上面 假設新學習一換你課本都丟掉了 那是不是很難找 可是如果你今天專門準備一個 比如說同意字的筆記本 像是我剛才有跟你說 你就 專門準備一個筆記本 然後上面可能寫說同意字 那裡面全部記載就是 你現在從高一一直到高三紀錄的 或是你已經來不及了 從高二到高三開始紀錄的一些同意字 你就可以拿這一本 而且為什麼我會建議你說 你每一本都要講一樣 因為你就放在你房間的同一個區塊啊 比如說這全部都是綠色 你就是 找綠色那一區塊 就是 這都是我自己做的筆記 好 所以筆記的類型 筆記的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它可以清楚的提醒你 就是告訴你說 好我現在 我正在 我要讀書了 然後這裡面都是我整理好的東西 就是用一個清楚 比如說就是用數學的邏輯嘛 很清楚的 很清晰的一個邏輯 來看待文學的這樣子一個 有美感的東西 你可能會覺得字很多 但是你用 條列式 或者是圖 圖線啊 或者是歸納法 把你的 很繁雜的東西給它去準備好 所以筆記很重要 那我們現在有了筆嘛 有了筆記 那再來就是你一定要 堅持下去 我覺得 我覺得努力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很難是堅持 你今天可以準備 第一天好你要努力下去了 可是你可能只堅持了三天 那就等於你根本沒有開始啊 所以呢 準備像這樣子的一個行事例 然後設定一個短期目標 比如說我這30天 我就是每天堅持要念英文40分鐘 有做到的話我就打一個勾 那當你打了三個勾之後 第四個勾你就會很想給它打下去 好所以這一本呢 就是用來負責打勾的 然後我們剛才有講到嘛 像這種可以直接撕掉了 就是它比較可以拿去 嗯 就是把它撕掉了 上面就可以選 今日的代辦事項 比如說英文這一課 我就剛跟你說了嘛 讀英文的第八課 單字 課文跟片語 然後雜誌 兩天 這樣子 然後就是代辦事項 然後有做完的就給它打勾 啊還沒有做完的 你就是最好就做了嘛 做完就給它打勾打勾 然後這一頁就可以撕掉 所以一整個你讀英文的方式 就是把你的筆準備好 筆記本 然後形式例 形式例就是用來確認你自己 事情到底有沒有去做好 OK嗎 好 所以呢 今天沒有講什麼 如何讓英文變好這件事情 只是呢 我覺得 當你 啊還有一個沒有講 就是資料夾 對 因為考試也是很重要的 畢竟你身在我們 就是身在一個需要考試的地方嘛 所以 資料夾 用來準備 用來裝你這學期 可能八十分以下的考卷 然後到整個學期末 然後再來總結 是不是這些的文法題 或單字我都已經會了 那那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把它丟掉 對嘛 我們就把知識裝在腦袋裡面 那不需要的我就給它丟掉 所以今天這也不是一個 英文的教學影片 這只是一個單純的分享 就是分享給你 就是以我弟的經驗 跟我帶學生的經驗 就是我覺得 你有一個好的習慣 一個好的開始 就是 我覺得總結還是要回歸 因為我們現在都很忙 像是 就算是高中生 你也很忙 你可能要談戀愛 你可能要跑社團 你也可能要去 你可能要去舞會 你的事情很多 可能你回到家 你爸媽好像不爽你之類的 所以這一顆 英文這一顆 文學類 到底要怎麼把它念好 第一點很重要 就是讓你的頭腦 保持清醒 而且順便提醒你的腦袋 就是我現在要開始讀書 所以你必須要有 這一些些的前置作業 你的筆 你的筆 你的筆記本 資料夾 然後 跟提醒你的一些行事力 跟每日的待辦事項 那我相信 那我相信 如果你有 要下定決心 要去做這些事情 就是把英文讀好的話 你可以先試著準備 調整自己 然後去把那些東西 準備好 然後我們之後 再來跟你講說 如何把英文的每一個部分 把它唸好 這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夜晚 所以就是 剛洗完澡 然後 反正也不用化什麼妝 反正如果你看過 實況英文的話 你也看過我 就是這個樣子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